各位好 欢迎来到所有采访 我是西人 恭喜FUN PLUS赢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打野选手波 来到所有采访系 请各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FUN PLUS的打野波选手 欢迎波 今天是赢下了这场非常关键的焦点之战 就是今天的话 其实是你在LPL的第三个BO3 但是你已经成功刷新了 打野位置上面的击杀数据 你现在好像是 应该是刚刚知道这个数据吧 是的 所以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是挺开心的了 就是心情比较好 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就奥拉夫嘛 就是真的十六个头 在峡谷里面横着走 大杀四方 就像我们解说说的一样 所以当时你收获到 第二个四杀的时候 哥哥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哥哥们好像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就我在问是谁抢了我的五杀吧 反正他们也没有人回答我 但我是知道第一个五杀 是翔哥抢的了 然后第二个可能得回去找下内鬼了 就下班之后马上回去找什么 对 要揪出来 揪出来 那第二局的话 其实也是选用了奥拉夫 但是其实IG的话 选了一个跟第一局相比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后期一点点的阵容嘛 而且上单也是选出了 在这个赛季第一次登场的上单赛恩 但是还是看到你们 把很多的重心和时间投资给了上路 你们野斧联动都非常出色 所以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进入到游戏之前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阵略部署吗 进游戏之前 嗯 进游戏之前就是本来是要打上刷下来 然后下路就打3v3嘛 然后但是第一波打输了嘛 然后他们签决印记刷在下面了 他们大概率会去吃了 然后我就直接就往上野去走了 然后他吃下颗叶的时候 我有机会进到他的F6打上一阵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还是非常记得很清晰呢 在那个赛前采访的时候 你提到说很想对上薰选手 然后今天也是跟他碰上了嘛 终于 所以感觉怎么样了 最近下来 嗯 还是很强的了 只不过我运气比较好了 今天 哦 经典运气好 嗯 运气好 最近其实关于波选手的队内爆料 稍微有一点点多 刘少说好像你在训练赛玩 奥拉夫玩的兴奋的时候 你会站起来跳舞 然后还会在玩到这个英雄的时候 双手举起来大喊德马西亚 所以今天有没有喊德马西亚 德马西亚倒是喊了 但是跳舞的就太夸张了 没有跳舞了 喊倒是喊了 今天也喊了德马西亚 所以你现在是在重庆这个事情 是不是没有跳舞 对 没有跳舞 没有跳舞 他说得太夸张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是 对鼓注选手的一个正面回应了 我们鼓注选手刚好也在接受 英文流的采访 那再下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的话呢 也非常顺利拿下了2比0这个比赛嘛 那今天有很多波 非常非常亮眼的操作 然后也有很多 比如说今天惩戒也很稳 可能之前对吧 稍微地被调侃了一下下 觉得今天自己 发挥最好的是哪一波呢 是第一把第二波大龙那里吧 还可以吧 第二波四杀那里吧 那波就操作还行 还可以一点 除了遗憾有一点点没有五杀 对 没有五杀了 被抢了 有点可惜了 有点可惜但没关系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五杀的 非常感谢波选手 来到我们的赛号采访期 也再次恭喜方plus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二位解说